各位觀眾 你們現在所看到的請你相信 我們請到的都是我們 在上個月才剛剛舉辦過 台北廚王爭霸賽 三位得到殊榮的同流 好搞不起喔 都是名廚來的 但是問了有一位 他是假冒的 厲害了吧 厲害 各位Ladies and Gentlemen 第一位 第一屆台北廚王爭霸賽 個人冷盤組冠軍 吳秉 陳先生歡迎 各位看他的長相 有沒有覺得很像看到了 20年前的阿基斯的感覺 你阿基斯 有 那個音器 有正氣 而且正氣裡面站的是直挺挺的 真的 這次的冷盤組的冠軍 聽說在2007年獲得 台灣國際廚藝協會 三顆星的農藝徽張 那徽張在什麼地方 各位看 三顆七 有三顆七在上面有 有 目前這個擔任的是 海鮮餐廳的行政主廚 你個人的強項就是冷盤 冷盤還有那個冰雕跟火雕 冰雕 他們目前演得很像喔有沒有 還是在正上 目前回答有問有答 我們冰水超明已經在找人 好啊 學冰雕曾被關在冷凍庫 多長時間 你在冷凍庫 什麼叫冷凍庫 低溫在5度左右 是不是5度左右 還是5度多少 20度 那叫做冰庫嘛 對啊 冰庫 零下20度 零下... 零下20度 零下... 我最想求到說20度有什麼了不起 20度還滿舒適的在裡面 對啊 然後... 零下喔 各位 零下喔 零下不可能 三個小時 你還沒有整個節肢或幹嘛 都沒有出來嗎 在裡面都有在動 這個... 師傅交代說你剛學的時候 你科冰雕的話 會很容易就融化 要在裡面練 要在裡面練 對 因為那時候剛學嘛 好像師傅講的一定... 一定是對的 一定是對的 兩位我跟你說 有可能是假的 因為這個情節 在哈萊塢店裡面有發生過 搞不好他照超過來的 而且那個作品 聽說在裡面刻的那個叫做 我要國下去是不是 後來得獎 就那一個得獎 你看 演得還不錯喔 演得很好喔 是不是 這邊帶來的這道菜叫做什麼 國色天香 國色天香 把設計重點跟大家講一下 你們小心了 注意聽喔 這主要是打破那個傳統的冷盤方式 把它精緻化 還用四個國家的那個食材啦 哪四國 譬如像這個的話是做成法式的 可是用中式的感覺下去呈現 這是中式... 這是法式的 像這個醬汁的話 是日式的那個醬汁 日式醬汁 日式醬汁 可是又加上那個... 像法國的那個魚子醬 魚子醬 就是把它的... 把它食材或什麼都把它改變過來 菜對就可以吃了 菜對好熟喔 所以菜對才可以吃 菜對很熟喔 真的耶 他還加一些情節 真的 他加一些情節 曾志祥有點讚嘆喔 真的 你怎麼背這麼熟啊 你不容易耶 本來演戲太可惜了 他說 他剛剛說 一號 吳秉承先生 不要以為這樣 他醫師就了不起 請問你的廚林有幾年告訴大家 24年 蛤 什麼 越來越誇張了吧 他真的有很誇張耶 這段製作單位沒有給他喔 而且啊 他還沒有給他 他還照抄阿基斯的製作 阿基斯他也是15歲的時候 出來當學徒的 還照抄 被抓包了 我知道了 雖然每個人手上都有自己的選擇 1 2 3 請舉牌 2 3 2 3 請那個不是大主廚的 請舉手 好不好 不是的舉手 不是的舉手喔 好不好 誰不是大主廚 1 2 3 來… 好 各位 今天我們這個誰不是大主廚 不是隨便辦一辦的 我們是由獎輩來作證 真的嚇死了 來 我們現在讓每個人的獎輩 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 這真的有獎輩的 好不好 第一屆台北廚王芝麻賽 冠軍個人冷盤主冠軍 你跟他報告一下 你的實際上工作是什麼 我是腳強的作文 作文老師 你看他講話 我好聽喔 難怪漫條絲裡的 贏的人可以吃 笑起來 我們來訪問… 葡萄柚 葡萄柚 這什麼 葡萄柚 這什麼 你們兩個增加的人 你們兩個是賺的是不是太空閒了 你們兩個跳水 是嗎 好 現場鼓勵鼓勵